夏尔巴人嘛,在登山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没有夏尔巴人向导,人类无法登顶珠穆朗玛峰 听听话们嗨,嗨,大家好,我是玉珍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有着珠峰小江南之称的西藏日喀泽市定洁县陈塘镇 这里呢,海拔2500米左右,是中国境内夏尔巴人最多的聚居地 如果我说夏尔巴人,大家可能有点陌生 但是我说登山最厉害的人,大家肯定了解吧 夏尔巴人,藏语意为来自东方的人,一直被市伟珠峰最佳向导 保存着原生态的夏尔巴妇女的服饰,成为了她们的亮点 夏尔巴妇女服饰中呢,最具特色的还是她们的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有很多种说法,据当地的村里介绍呢 白色的这个代表的是珠穆朗玛峰,然后帽顶呢,代表的是珠峰周围的琥珀 绿色的条纹,代表的是珠峰周围的草地,还有这个银币呢,代表的是珠峰周围的雪山 下面垂直的这五条链子,代表的是珠峰以下的五条沟 这个孔雀毛和鲜花象征的是茂密的森林与野生动物 帽子也是夏尔巴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 夏尔巴妇女穿的藏袍跟其他周边藏组妇女的藏袍基本一致 但是由于他们的地形和气候的原因,藏袍会短一点 最后提醒各位小伙子,如果你遇到心仪的夏尔巴姑娘呢 可不能随便去追她,先要看好人家的帽子是怎么戴的 如果这个帽子的链子呢,戴到左边的话,可不能追哦 人家已经成婚了 如果这个帽子的链子呢,戴到右边的话